宜蘭縣政府消防局 憲慧民進黨團表示 消防局處理日前所發生的職場性騷擾 根本就是錯用法條 致使當事人權益受損 黨團指出 該員依法請假卻是被刁難 致使被迫離職 加上消防局長官忽略基層心理健康 讓受害者身心狀況惡化 要求消防局長官出面向被害人道歉 並重啟調查 長官忽略基層的這個消防 心理健康濫用官威 惡意擋架造成惡度的這個傷害 當事人的這個加害者 嚴重顯現依然縣政府消防局 不當處置職場性騷擾 及錯誤理解身心疾病 更在事情發生後 棄基層消防權益不顧 讓所有基層消防心寒 內政部消防署 消防員勤務實施要點 他有說 背勤也是勤務 所以是屬於上班時間 那我想當事人呢 在背勤的期間 他發生的這個性騷擾事件 依照我們性別工作平等法 來進行懲處 但是因為消防局 他卻引用錯誤的這個法 也就是我們說的性騷擾防治法 就輕輕的帶過 他的自己的補修 再用完之後 醫院也幫他提出了正式的 就是住院證明 那讓他可以申請在家修病假 在家修養 在醫院修養這樣 可是消防局卻遲遲 一直不肯合假 而且要求他歸隊要來上班 然後消防局的人事事 也清楚的表示 他必須要住院才可以請假 住院才有優先請假權 我想請問消防局的主管 你們是醫生嗎 你們的專業比醫生好嗎 能力比醫生好嗎 要你們自己來親自判斷 還有呢 連這位受害者都已經住院了 你們還要他拍著 在住院的情況的照片給你們 你們把你們的隊員 當做是次等公民還是犯人 我們也很樂見在上週 臨時動議的時候 民進黨黨團呢 也提了一個專案小組 那很樂見 所有的部分藍綠的議員們 大家都同聲的支持 那我們也呼籲 在這樣的議題上面 其實女性議員的部分 應該要更感同身受 更了解在女性在職場上 其實遇到的問題跟瓶頸非常的大 黨團強調消防局錯誤的處置 以及傲慢的態度 以造成當事人二度傷害 要求同為女性的縣長林之妙 給當事人公平公正的交代 傲慢官僚 殘害同仁 啟動調查 諮重提前 請林之妙縣長 互起責任 給當事者一個完整的交代 別口號自憲 讓每一個辛苦付出的消防田園 對宜蘭縣正如要有信心 我希望林之妙縣長 你應該對這件事情 應該好好的處理 對此林之妙表示會請消防局說明清楚 我們請消防局完整的來說明清楚 好 謝謝 而消防局長則是表示 消防局在調查過程中 引用性騷擾防治法 而不是性憑工作平等法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讓當事人 在未來訴訟時 提供司法單位來做參考 目前調查工作已經告一段落 會再向憲議會專案小組 進行完整的報告 啟動調查的過程當中 我們引用的是 性騷擾防治法第三章 不管用性公法或性騷擾 進行有關性騷擾案件的調查 它主要的目的是提供 將來司法單位 進當事人進行訴訟的時候的 一個參考跟依據 目前本局進行調查完畢 以後已經報請主管機關 何備在案 那這整個調查程序 在整個國家法制裡面 性騷擾法裡面的第三章 有完整的規定 至於當事人一直 訴求有關工商駕的部分 那麼因為公務人員 有公務人請假的規定 公商駕有公商駕請假的規定 那麼在執行過程當中 我想公務人都是必須要法規來執行 大家都希望他能夠好好休息 實質上也提供三個月的 讓他充足的休息 那這個部分 如果有什麼樣的疑義需要提出的話 我們歡迎他能夠提出 那至於目前這整個案子 已經調查告一個階段 那議會也非常關心 那我們會針對整個程序 向議會的專案小組 來進行完整的報告